看一个那个女孩子 好吧 看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子 然后那个 我还没说你这身衣服呢 来来来 我们第一位 长得好看的女孩子 思维 有请犀利嘱咐 王思维 冷静一下 不要被我的美貌所惊呆 真的 今天的主题呢叫做 对不起 我不是第一名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世界啊 现在真的是竞争 非常的残酷 就是每个人都要争第一名 大家都在比学历 比实力 然后女人都在比美丽 这里注意一下 这里是一个单压乘三的段子 对 这里弹幕给我普及一下哦 真的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说啊 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你就比方说啊 如果你听一个美女跟你说 虽然我很穷 但是我漂亮啊 你就会觉得还蛮可爱的 对吧 但是你如果听见一个女人跟你说 虽然我丑 但是我有钱啊 你就会觉得特别凄凉 你就感觉她在重金求子 真的我觉得长得好看的女生 她从小就会受到各种优待 你比方说啊 长得好看的女生 她小时候考试考得不好 哇 会有一群男生过来安慰她 没有关系 这次考不好还有下一次啊 对吧 丑的女生 哇 她如果考试考得不好 当然也会有人安慰她 人家会跟她说 没关系别哭了 根本没有人发现你考得不好 真的有点残忍啊 开玩笑的啊 怎么可能有人安慰她 而且我觉得更残忍的是 就是不光男人这样认为 女人自己也这样认为 就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竞争 非常的惨烈 但是归根结底呢 都是颜值的竞争 你比方说啊 假如你听说你的前男友 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哇 你绝对不会去问她 她善良吗 她有钱吗 哇 你第一句话就会好看吗 而且呢 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期待的唯一答案 就是三个字 不好看 哇 然后 她如果跟你说不好看 哇 你还要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哼 我就知道你现在眼光这么差 但是 但凡她胆敢跟你说出好看 哇 你就会真的很生气 生气自己 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 而且啊 我觉得女人之间的竞争 归根结底 都是颜值的竞争 就是有时候你得不了第一名 真的不是因为你没有实力 或者你没有运气 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对方呢 她是一个四千年的美女 而且我的女人啊 就是女人买东西也是 从来不看功能 好看就行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女人啊 她哪怕去当一个农妇 她去买牛 她都会说 哇 我觉得这个牛好漂亮哦 就虽然她不会耕地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牛啊 女人一生一定要拥有一头的 但我觉得啊 就是男人跟女人 是很不一样的 男人买东西 她从来不会看外表 男人唯一会看外表的 就是女人 因为对男人来说 就是女人好看 就是最大的使用 你从来不会看到 几个男的去夜店 指着一个女孩说 你看那个牛不错 她看着特别贤惠 当然啊 我就是非常不提倡 大家一貌取人 就真的一貌取人 真的很不好 因为毕竟 我们大家长得都很一般 对 真的不要互相伤害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我觉得斯文 他是一个非常洒脱的人 他能够把生活中的 一些观点和看法 用段子来调侃 我觉得脱口秀演员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 血淋淋地呈现出来 这样大家才能够有共鸣 才会喜欢 谢谢斯文 斯文为自己的队 贡献了122票 掌声鼓励一下 看完斯文的表演之后 我就觉得斯文和明星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小了 为什么 因为斯文已经考虑 用新阳整形APP了 这个新阳整形APP 我专门考察过 并且上面有一句话 写的 我给大家念一下 一个人选择改变自己的样貌 并没有错 很多明星出道前后 也判若两人 整容不一定是为了 比别人漂亮 而是为了活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 大家听完这句话 是不是会有疑问 说那这究竟是一个 整形的APP 还是一个心灵鸡汤的APP 重要吗 不重要 实力派斯文已经出场了 池子 要干啊 我们也得派一个比较实力的 想好 认真 是吧 不要张嘴 我们肯定派出一个最实力的 我们派出念慈安 我们既然斯文这么强 我们要派一个明星级别的一个 当然都是我们的 菲菲 葬红飞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菲菲 葬红飞 我们今天说的第一名 做第一名确实特别棒 我们音乐圈经常有这种争第一的事 就是说比如一个晚会啊 或者一个就是演出音乐节 全是大腕 那怎么办呀 就有那种人 人家说怎么办 我要压轴 都想压轴怎么办 说那我我那个 我降五万块钱 我要在所有人后面 这真事啊 那就不能说是谁了 就是不合适啊 都是娱乐圈 反正是一位 就爱穿特别紧的裤子的一个朋友啊 然后我一听就急了 他说让五万块钱再最快 我说那行 我找主板说 我说那个主办 我要让十万 我要在最后谈 然后那个人主办说 那个菲菲老师说 那个您这次 那个弹键盘一共就三百五 我说啊那个 啊 不好意思啊 那打扰了 打扰了 打扰了啊 我在键盘手里 不算那个就是 最爱争第一的 我有一个哥们 他是那个 汪峰老师乐队的 就是汪峰老师 第一次演唱会的时候 在公体 汪峰老师自己才带了五套衣服 他那个键盘留木 我一哥们带了八套 然后自己还带了一个造型师 你们看演唱会 中间不会都会介绍乐手吗 介绍他的时候 他想啊 绕舞台 就是绕这个工人体育场跑一周 可是他一跑 汪峰老师也急了 说这是我演唱会 你的演唱会 你干嘛呢 这 真的 我跟你说 这要不是皮裤太紧 我卖不开腿 我早追你去 太不小事了 其实 争第一这个事啊 就是也分事 就是这好胜心啊 每个人都有 但是你使的是地儿 就比如说我们那个 你有些人就爱在一些搞一些那种 无用功瞎折腾 你说一个节目做完了 每个节目做完 大家不得大合影吗 是不是 然后就明明你有的人嘛 他不是什么咖 你飞往中间挤 就比如就卡姆 是吧 卡姆那会儿我们录那个奇葩说哈 你说人家蔡康永老师 何炯你站中间 你算哪一号啊 你这 蔡康永 你何炯 你称死就是一个顿号在中间 所以说 所以说卡姆 你说你被淘汰那么早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为什么呢 我记住了 那个吴欣老师今天也来了 吴欣老师是那个 湖南卫视著名的那个 是吧 这个 组CP爱好者 吴欣老师 吴欣老师啊 就是比较喜欢组CP嘛 在网上就那种跟 这前两天跟潘卫博组CP 还上热搜了 是不是 那个 只要你想争第一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谢谢大家 我是飞飞造红飞 我们来看一下 飞飞 给对不对带来的101票 吴欣老师